八仙热源的晨暴意外 目前伤者需要大量的人工皮 做后续的轻创手术 而卫福部向国外订的湿皮 第一批在今天晚间就会抵达台湾 就怕数量不够 卫福部宣布再向美国荷兰 加订第二批和第三批 预计5号就会到台湾 而加上日本提供的无限量人工皮 希望能让医护人员不用担心医材 尽全力治疗伤患 八仙晨暴意外 医院通报病为人数从184人 急速增加到211人 伤患进入感染期 伤口经过清创需要敷料覆盖 卫福部花2亿元 向国外购买的115片 总共160万平方公分的第一批湿皮 三号晚间就会抵达台湾 第二批和第三批也已经standby 正在加紧荷兰的那一批 9万平方公分可以赶得出来的话 那么它应该也是会在星期天的晚上 附着在伤口上面的这个程度 黏着度会非常的好 而且它可以有效的减少水分的丧失 同时减少伤口的进一步感染 除了买湿皮 日本也资助台湾限量的人工皮 但给止痛药患药这些动作 全都得由专业护理人员来进行 但这回一次涌进241人 住进加护病房或烧烫伤病房 也让护理人力严重吃惊 患药需要很多的人力 那有的时候一个病人的话 要带到七八位医生护理师 叫七八位一起帮忙 根据护理工会全联会提供数据 全台领到执照的护理人员 总共有25万人 但还在医院工作的只有15万 目前正紧急征召出走的 10万护理人员返回支援 希望大家能够共体时间协助病患 走过最难熬的伤痛期 欢迎新闻林医人刘俊南 010台北报导